哈喽宝贝们 我是琪琪 之前发现跟着你一下好吃水果的方法 真的是特别的实用 所以我就发现了几个 可以跟着你一下好吃你不实用的方法 老规矩 实验我来做 再按你不来点 然后再选出你认为这实用的零食方法 先来看 第一个零食是吧 接收薯片的正确打开方式 首先有一小红 从中间向上剪开 然后沿着图案 爱的魔力钻根弦 然后就可以滋热 这样真是不是超方便 那你的薯片已经吃完了 咱们就让我先来再去吧 因为我的零食没有语言66的logo 所以我就随意剪了 我决定把它的口子给剪大一点 这样更好拿 剪开之后就可以轻松拿到零食了 这样手上也不用碰到包装袋上的油渍 这个方法对于劫配性能点力不要太友好 都好吃 咱们可以搭配上一双筷子 想吃的话直接用筷子夹 连手都不小洗 将胶布贴在罐头盖子上面 用你吃奶的力气一扯 罐头就会被打开 罐头还能这样开啊 活了这么多年我可好一直知道 罐头要带 准备好了 赶紧来试一试吧 先把胶带包在盖子上 把它包装熟了 接下来用力扯 都拉不动啊 其实是我力气没使用 再试一次 什么普通方法嘛 还不然我有手来的坏呢 我就是我干嘛要胶带 那真的是 虽然我看很多人胶带开罐头都已经成功了 但是用胶带实在太随意气了 这个方法就讲到不好 所以你们下次遇到开不了的罐头 叫求助旁边的人 比如像我这样的大一世 啊 不能慢开 不可以吃 交代开罐头这个方法 我给查查 还带这样倒果汁吗 容易撒出来 将瓶口倒放过来 这样倒果汁就不会撒出来了 平常这样倒果汁 确实不好固制量 一不小心它就会撒出来 哎哎哎哎 接下来咱们试试视频里的方法 把油脂盒 撒过来 这样子你的口都潮上了 现在再来倒下试试看 哎哎 果然倒出来的音频很流畅 一点都不会过掉 真是遇损 宝子们这招太绝了 亲策有效 家里面平时爱买这种大罐牛奶果汁的 赶紧都去试试 营香号吃零食方法 已经测试完了 事实证明 有时候这些小妙伤 这个是挺好用的